大家好,今天是日三,我們準備check out了 臨走前,終於記得要和大家做個room tour 這間酒店的名字我放在這裡 位於南浦站大約10分鐘的路程 我們訂的這間酒店是海景商人房 我也是沖著它的景去訂的 沒有想過其他的配套 但住了兩晚,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們的感受 不如由門口開始掃過去 一天門口會看到衣架 這裡是沒有衣櫃的 你會看到有兩件浴袍 下面這裡會有夾蠻 它是油顏色的 然後左邊會有一個桌子 也蠻大的 我們這兩天的東西都放上去 也蠻足夠的 然後旁邊是一個洗手盆 不知為什麼我們住的韓國酒店 也很流行洗手盆是在廁所外面 旁邊會有一個熱水壺 他們也有給一些shampoo 洗澡、洗澡液、lotion和蕃茄 這幾個應該可以拿走 這個它有寫明說要留在這裡 不可以帶走 帶那支 然後呢 下面這裡會有毛巾 然後有不同的電掣 這裡會有個風筒 然後再來呢 這個櫃的下面 就會有個雪櫃 裡面就什麼都沒有 不需要擔心喝了別人的東西 要不要給錢 這個問題 還有呢 上面這裡 就會有些杯 有些茶包 在這排鏡的中間 就是一道門 打開 就會是廁所和洗澡間 不知為什麼呢 它不做乾濕分離 我對這個廁所是比較多意見的 第一就是它 洗澡的時候會整個廁所濕透 第二呢 就是這個花灑 我個人比較矮 如果平日我會教你這個位 但是這裡呢 是我要踩腳 才可以拿到花灑 還有它的水壓 是一般的 和我長洲差不多 不是那些超舒服的花灑 對 所以 給這個價錢 有這樣的浴室 我有一點點失望 其實 繼續走過來 就是我們擺行李箱的地方 空間都很大 然後呢 就會有雙人床 我猜這張是 Queen Size 你覺得呢 應該沒有去到King Size 應該沒有 但是有大過普通的雙人床 那他們用的插頭呢 喂阿金先生 你還沒放啊 對 那它就可以用回香港的三腳插 不需要帶轉插過來 然後去到我那邊 就很typical 有些紙巾 有筆 有紙 可以打電話 有什麼研究 這樣 然後呢 去到這邊 就是我訂這間酒店房的主要原因 它的景 是無敵美的 真的很美 但是呢 我出了Story 很多人都說那裡像會展 很多人說我像Staycation 多過像去旅行 很多人說像灣仔 哈哈哈 對 但是 我有一天 坐在這個位置 昨天 吃早餐 是很舒服的 然後 今早呢 我就在這裡 寫了大家的Postcard 然後我剪了一陣片 又是覺得很寫意 所以這個景 我覺得也挺值得 在這裡留意的 對 我們又不是說很早出門後 還有晚上呢 我忘記拍了 夜景很美的 對 因為 旁邊呢 是可以看到 一條橋 這裡 這個拱形的橋 是會亮燈的 我放回Google的照片 不好意思啊 然後再來 這邊呢 就會有個全身鏡 Yeah OOTD 麻雀衰小 都是五臟俱全的 這裡 我忘記了港幣多少錢 我兩晚呢 就是 三十三萬三千瓦 對 大家可以對回 有電視 但我們沒有開過來看 對 它就會 比較闊落 行李箱是完全打開了 沒有問題 昨天的 戰利品這裡鋪到 一定都是 我們還算是走到的 簡約風 整間酒店 對 有些雲石桌 那些 然後地理位置 我覺得 如果走到 南浦洞 那邊 逛街十分鐘 都很方便 而且 它對於其他不同的景點 都是比較中間的位置 我們搭的士 最貴都是大約 一萬多二萬瓦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 其實在釜山 你不停搭地鐵 那些站都很遠 要轉車 所以這裏坐的士 就OK 但是 樓下沒有的士 要走出大街才可以 好 那room tour來到這裏 我們出發 最後一天 今天就要上飛機了 臨車歐之前 又是跟大家做一個room tour 這間酒店 這裏比較暗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一開門進來 就會看到左手邊 有一扇門 然後 我一進來 是哇了一聲的 因為這裏的廁所 是超級無敵大 我沒試過住韓國的酒店 幾百元一晚 它可以這樣 有浴缸 然後 有個地方是棋乾 然後這裏是 洗手盆 很多時候不是跟大家說 是洗手盆是在外面的 這次不是了 在廁所裏面 然後 它就會有個馬桶 這個馬桶是自己開關的 有提供到風筒 然後牙刷 然後一些梳也有的 前面這裏 就會是衣櫃 這個 就會有這麼大的衣櫃 下面是有隔板的 然後另外這裏 就會掛了兩件的浴袍 這個走廊不算很闊 不可以把行李箱完全打橫 打開在這裏 打開了就會很窄 所以我們行李箱 就放在後面的位置 現在收拾好了 當然是在這裏 準備出發 然後來到我們的房間 一眼看完 還有一張床 這張床 我們覺得是沒有釜山那麼大 然後右手邊這裏 就有個位置可以放少少行李 然後之後有部電視 電視的下面 就有個櫃 裡面就會有些茶 有杯 除了這些玻璃杯 還有茶杯 下面又是一個儲物的空間 然後這邊 開不開到的 我沒有開過 有洗衣袋 下面就應該沒有了 再旁邊這裏 就有部空氣清新劑 然後它也是每一天都有兩支水 然後呢 我們今早做快茶 這裡就會是一些記錄紙 電話 有熱水壺 還有剛才所說的兩支茶杯 我就用來浸薑茶 去到下面就會有個雪櫃 又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雪櫃不是很冷的 因為它擺的水 也不是很冰的 然後它看出去的風景 就會是市區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很精美 很漂亮的 但是都開揚的 我們住17樓 然後回來 就會看到這個地方比較大些 我們的行李箱全部打開放在這裡 還有這張桌子就是我們吃早餐 還有吃晚餐的地方 再來床旁 這次來韓國就發現 其實他們有很多這些 的國際插頭 插鬚位 不需要特地帶去轉插 有些USB位 都是跟其他酒店格局差不多 我們住了三晚 是2,040元 你住了幾天有什麼感受 感受? 想不到有浴缸 首先進來就是 還有交通也很方便 這裡是近兩個地鐵站 一個是孔德 一個是麻婆 這兩個地鐵站 我覺得去其他地方都可以 機場是直接有車 是去到酒店附近 或者是孔德站 就已經是機場那條線了 所以出入機場都可以 還有酒店對面 就已經有Olive Yarn 各位女士們想買東西的話 那裡都可以 但是就不是一間很大 兩層那些 補給少許都有的 然後附近你會看到 我們有吃Airdrop 還有一個早餐 還有呢 我們昨天才發現 原來這裡有個豬腳一條街 在孔德市場 很近 但我們昨晚才知道 沒有得吃 下次吧 總括而言都 都滿意的 這間酒店 但是就嫌他 不是太多鏡 這裡化妝是要用自己的鏡 要不然就要進去廁所化妝 我覺得在女生來說 有少少少少少的缺陷 我覺得房間也很大 其實 真的有空間可以吃東西 我們昨晚一樣 因為以前住雲大或者明洞 是700元 但是房間很小 這裡差不多價錢 但是大一倍左右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的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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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